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危嫉妒 我不知道这个题目有多少人有共鸣 但我看了觉得蛮值得聊聊 我们就还是做了 What is the best way to handle a midlife crisis 中年危机 midlife crisis 我有没有 我个人觉得 我看完这篇之后我想了一想 我为什么开始做影片 可能这就是因为中年危机 因为中年危机 我可能会觉得难道我的人生就这样吗 其实所谓的中年危机就是 你会怀疑难道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吗 难道我没有办法在我 到了六十七十岁退休前的这一段年龄 再做一段最后的冲刺 甚至做点什么改变呢 当你会这样子想 你大概就处于中年危机之下了 OK 那很多外国人对这件事情的一个 first impression就是 很多人处理中年危机的方式就是 做了一些非常剧烈的改变 some drastic changes 好比说交个小很多岁的女朋友 好比说买台跑车 好比说辞掉现在的工作 然后开成台跑车去环游世界 或什么干嘛的 所以这就是很多人处理 midlife crisis的做法 就是我能不能够把我剩下的余生 在我还没有太老以前 再让他最后发一次 彻底的发光发热一下下 这是有的人的处理方式 那我的不是 因为下面有人讲到说 有的人会想要趁这个机会来去 替自己的人生做一点 留下一点legacy 所以这里顺便打一下一个字 legacy OK 留下一点你的 我不能说这个翻译成你的传奇 因为传奇这个字太屌了 太浮夸了 太高大上了 还有一个字叫legend 它也翻译成传奇传说之类的意思 可是legacy比较像是 你所留下的一个遗产遗物 可是它跟inheritance又不太一样 因为legacy是给后人看的 而不是只给一个人的这样子 inheritance是遗产真的 像说留个50万100万给儿子 那那个叫inheritance legacy则是你所留下的名 OK 留下的名声 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想要留个legacy 对我来说做影片 也就是想留个legacy 我如果今天能在60岁退休前 做出个I don't know 1000 2000 3000 4000片 我可以跟后世的人说 我曾经做过这么多千片的英文教学影片 然后因此造福了多少人 不敢说这样多屌 可是至少我觉得这是我的人生 这是我想要我的人生 我的目字名上估计就可以写的 这个人做了4000片YouTube影片 然后全部是英文的教学 有相当多的人 不能敢说相当多的人 目前200多个大概是 所以看着这些影片 然后学到一点英文 跟我有点互动 我觉得我在这些人的身上 造成了一些小小的不同 I made some differences OK Make a difference 这个也是很多人会说的 People want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We all do 只是我们不见得每个人都做得到 不见得每个人都有能力 那不见得每个人都 知道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方面的东西 至少我知道 所以我就做影片 This is what I want to do There's nothing more than I want to do OK 好 所以 好像还没开始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说些什么 所以第一个人先说了一个cliché cliché就成枪烂调 所以我也打一下这个字 OK 你看它因为不是英文 所以这个E上面有一片 所以成枪烂调 Sports car and young girlfriend 没有错 买台跑车 交个年轻女朋友 那下面能回应说是 刚刚你讲的这两样东西中 其中一样是 不值得这么多的麻烦的 而不是车子 他讲的是女生 One of those things isn't worth the trouble And it's not the car So it's the girl OK 好 下面这个人的回应也很不错 所以他说 Just remember the saying 你就记得这个俗焰就好了 这我又把它打成 这个比较容易看得懂的版本 那我们先看它也无所谓 If a fox floats or flies Lease don't buy 非常好的建议 你知道吗 如果他会fuck 如果他会float 会飘 会浮 或者他会飞 所以不要 妈的 不要去买船 不要什么机会去买飞机 即便你买得起 或者如果能够干 这样子 If a fox floats or flies 他故意亚语 三个都f 那你呢 就用lease 不要buy 买下去 就是很大的commitment lease就不是 那这时候你就问了 什么叫做lease lease叫租 你说租不是rent吗 rent也是租 一般来说rent是短租 像你去租个车 是用rent的 例如说你去太鲁阁玩个一个周末 you rent a car 那你能不能lease一台车 也可以 如果你lease一台车的话 那叫做长租 在国外的lease 可能是你可以签个四年的lease 那你把那台车重新的开了四年 开成一个 四年也不是说多久 可是四年 时间到了之后 你有个选择是你可以换一台新的 把这台换给他 然后你就又有一台新的车 可以再开四年 然后看你要不要再续lease 这叫做lease 那你也可以付一点钱把它买断 它就真的变成你的车了 很多公司行号是怎么做的 所以这叫做lease 办公室其实也可以是lease OK 那总之rent一般来说指的是短租 那你会想说看那不对啊 我租房子也是rent啊 I pay my landlord rent 所以没有错 在这个情况下也是用rent 但总之你怎么rent下去 都是不会是你的就是了 大概这样的意思 好 我出钱的解释一下下 我们总之理解一下lease 一般指的是租 租刃是不是 还是念租赁 我打一下 租赁 租赁 好像是租赁 所以这个叫做lease 不是rent 所以要是这个东西会fuck 会float 或者会fly lease don't buy 用租的就好 不要买 所以这就是说的 劝中年人啊 不要做一些太浮夸的事情 你即便要做一些疯狂的事 用租的就好了 OK 好 好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下去 我们有些什么可以说的 我很想讲的字叫做character flaw 好就第一个 我先把这读完 我觉得这写的都不错 I harnessed the confusion anger and uncertainty I felt surrounding my position in life and really got serious about my mental health and started honestly working on my character flaws 我们一段段看好了 这边先第一句话 他把他所经历的confusion anger跟uncertainty 所感觉到的 都harness他 harness不好翻译 在登山啊 或什么之类的 那个绑的那个护神 就叫做harness OK 绑在身上那种护神 攀岩的时候 那个叫harness 可是harness当动词 也可以是 从什么地方 给截取什么东西出来 例如说 我们利用太阳来发电 我们就可以说 we harness the energy from the sun we harness solar energy to produce power 所以harness可以用 这样子的动词 所以他从他的confusion anger跟不确定 uncertainty中 harness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 虽然不好 翻译成中文 所以这些东西是他 在他的position 就是围绕着他的 that I felt surrounding my position in life and really got serious about my mental health 所以他对于他的精神健康 真的就严肃以待了 严肃看待 started honestly working on my character flaws 所以这一个词 要了解到 所以他在努力的去 修补他的 character flaw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 人格缺陷 character flaw 人格缺陷 我说一下一个词 我是不是好像 之前也讲过这个 但没关系 然后值得再说一下 我们有个词 叫做personality 我们翻译成个性 那个性跟character 跟人格 又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刚刚这个缺陷 补一下 因为flaw就是缺点 那character就是人格 所以again character跟personality 有什么差 一个叫性格 一个叫个性 性格跟个性 好 我很简短的说一下就好 如果你google 其实就很容易找得出来 只是你看影片 你就省着google 你听我讲就好了 personality is who we are and what we do and what we do when we are with other people 所以personality of person 其实不是你自己 而是别人 你在别人面前 呈现什么样的状态 的样貌 那是你的personality because that's how how you deal with people 那character则是 character is who you are and what you do when you are alone ok when you are by yourself ok 所以当你自己的时候 你是你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有什么样的想法 所以你如果今天是一个 感觉很外放的人 然后很容易跟人家聊天 相处 然后甚至你是个领袖般的人物 那是你的personality 可是你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 说不定你是非常内敛的 你是喜欢看看书啦 然后你可能就是很宅啦 打打电动啦这些的 然后甚至不喜欢跟家人讲话啦 那是你的character ok 所以character就是 自己真我是什么 就没有独处的时候的状态 而personality是 我们拿来面对世界的那一面 大家听懂了 ok 所以我们讲character flaw 讲的是你性格上的缺点 你自己独处的时候 像如果说 我读书的时候 我都喜欢看A片 That's my character 那可能那就是一个flaw 说不定我应该改正它 懂了 好 所以他开始去做一些volunteer I started volunteering which has been a good thing sure the older I get I find myself caring more and more about the intent of my actions and hoping that they create a positive ripple effect 先看到这里 所以 他开始做职工 然后很棒 那他越老 他越发现自己 会在意着 他的行为的意图是什么 I find myself caring more and more about the intent of my actions 好像说的蛮有道理的 有时候我们 并不会太在意 我们做的行为 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意图 可是现在他可能会去想 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到底对我 有没有帮助或之类的 那他开始思考这件事情 或许这就是成熟 and hoping 以及希望者 that they create a positive ripple effect 所以这里叫 ripple effect 就是像 ripple就是 一个水滴 或者雨滴 滴到湖面上 然后 这个涟漪 有没有 这个就是ripple OK 所以深夜 会有这样的状况 连核子弹 都有这样的状况 炸下去 这个ripple effect 虽然儿子弹冒起来 那个炎叫mushroom cloud 就是 好 所以ripple effect 大概可以理解 连以效应 cool 所以希望他做的事情 有正面的连以效应 so i've been trying to just focus on what i do that will give me both a sense of fulfillment but well not only 他应该有not only but also 但无所谓 but will also be good for all 好 所以他做的事情 是不只能够给他 某种程度上的 成就感 满足感 a sense of fulfillment 只要讲下一句话 还不错 OK 但也会是替别人好的 i'm happy with my decision to choose self-discovery 所以对他来说 这就是一种 self-discovery的过程 所以你看 这也是一个 很fancy的 很new age的一种说法 我个人认为 找到自己 发现自己 self-discovery 所以中年的人 想要去找自己 self-discovery 然后他最后用一个 幽默的方式作结 i also bought a bmw not bad at that choice either not mad 不是not bad OK 讲了那么一大堆 最后还是说 反正我也买了跑车了 我买了一台bmw 对这个选择 我也没有太生气 OK 很幽默 我觉得 我喜欢的 最后讲的一个结尾 很幽默 很幽默 alright 下面这个人写的很长 我一点都不想看 这太bullshit 我不想看这个 来我们再往下看下去 我特别想讲的是这个 bain 这个字 好酷 来 这个人说 I mean don't know if it's popular opinion but therapy 所以他说 你该怎么面临 这个midlife crisis 所以他不知道 这是不是一个 比较受欢迎的opinion 但我觉得你应该是 therapy 尝试therapy therapy就治疗 所以midlife crisis 应该看心理医生 他的意思是 not like you need therapy for a midlife crisis 他到底想 说什么 他下一句 马上反驳 我刚刚想讲的 并不是说 你需要 midlife crisis 都需要看一下 therapy but I think the bane of many of us is that we rarely get an emotional checkup until shit hits the fan 所以并不是 你需要therapy 而是 你至少应该 去看一下 确认一下 你没问题 所以并不是说 你要治疗 而是你应该 去发现一下 你需不需要治疗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里有个词 I think the bane for many of us 这个the bane for什么东西 B-A-N-E bane这个字就是 灾难的根源 我在那个 我很喜欢的一个 喜剧演员叫 Bill Bird里面 他曾经说过 他说 他这个人的存在 所带来的灾难 就是什么 他在开玩笑 the bane of my existence 意思是什么 这样接下去 所以他认为 他的存在带来的灾难 而这个灾难就是 OK 所以我或许可以说 我存在的灾难 就是我会常常 让我的父母 让我的父母 替我担心 So the bane of my existence is that I cause concerns I cause worries on my parents 这样子 OK So the bane of something 就一个什么东西 的灾难根源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的灾难根源就是 我们很少 会去做一个 emotional check-up 也就是看看这种专业的人士 看一下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正常着 OK until shit hits the fan 所以这个片语啊 真的是 很生动 again 我很笃定的说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讲这个片语 shed a大便 当大便不小心掉到风扇上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嘛 风扇转转转转 结果大便 打上去 开始转 哇 到处喷有没有 尤其是如果那个fan是ceiling fan的话 你整间房子是死了 对不对 这就是他的意思 所以当灾难发生的时候 when shit hits the fan 所以当灾难发生的时候 才知道太迟了 才知道说我们累积下来的 这种情绪的东西 有可能一次会爆发掉 所以我们在他爆发之前 我们就应该先看看therapy 先把它给释放掉 或许才是健康的 so if shit didn't hit the fan until your late thirties or early forties that pile of emotional issues most of us have collected is going to catch up on you 好 所以如果说你的人生都没有发生什么灾难 直到你三四岁的时候 才发生的时候 那一堆的emotional baggage emotional issue 而这个issue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有收集起来的 that most of us have collected is going to catch up on you 就会追上你了这样子 and to be clear I'm not talking about like everyone is depressed or fuck 所以这个人说得很粗俗 不过我也觉得写得还不错啦 所以再讲清楚一点 我不是说大家都有忧郁症 或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it's about how we don't learn to talk about emotions 他讲的重点在于 男生们常常没有学着 how how we don't learn 我们没有学着 to talk about emotions desires our fault etc 所以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欲望 我们的哪里犯错这些的 and therapy can be great for that 说得还蛮好的其实 那下面就同意了 agree 100% 不不不讲上去 好所以ok了 我们看到这个大概也够啦 时间也够长了 好所以 今天讲的大概重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 说实在的 大概if something flies fox or floats least don't buy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点的 其实 那least这个字 是猪 link ok harness这个字刚解释过一下下 希望你还记得 我们可以从太阳中 获取能源 harness 也可以是那个安全的护带 这些的 也叫做harness 人格圈线叫做character flaw 个性叫做personality 再重复一次 personality是我们拿来面对世界的那一面 character是我们拿来面对我们自己的那一面 就end在这里好了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个今天的重点了 所以大家理解到什么叫做character 什么叫做personality 那我当然希望我的影片能造成一个ripple effect cool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